主持人依序介绍来宾 把玩多位地方明代 以及各单位干部 全都聚集在现场 原来是大渡区水利工作站 最近进行向人事调动 原本的站长吴明辉 即将调往泰安服务 为此大渡区的同仁 就特别替他举办一场欢送餐会 在这边就是很感谢 前任的委员跟现任的委员 对我们会晤的工作都很帮忙 然后我们这边尤其是 我们这边的灌溉面积还蛮大的 那我们这边总共有 19个小组的小组长 然后都很配合我们办公室 这边的推动的各项的工程业务也好 灌溉管理事业业务也好 都跟我们的水利会 都密切的配合 所以我们的业务推展都很顺利 吴站长从96年来到大渡服务 至今已经五年多的时间 协助包含大渡以及龙井等海线地区 推动完善的灌溉管理制度 至于新任的大渡站长朱明辉 也刚好是从泰安带到这来 不过他也表示 自己对于海线地区 可是一定也不陌生 我之前就在这里服务九年过了 不算陌生啦 就是真的是希望 大家好好的收听 现在我们的朱站长来这边 来这边跟我交接的部分 他本身也是一个能力非常好 很优秀的人 所以然后他 我们新任的朱站长 在我们的会长 会委员的领导之下 一定会让我们的灌溉事业 蒸蒸日上 不管是大渡或者是泰安 两地最主要的农作物 都是以水稻为主 因此两位站长也表示 未来第一要务就是 确保农民灌溉用水无余 接下来会尝试推动生态工法 以符合现代环保的目标 记者红椒他做什么的